中文字幕——YK 现在我们也不得不承认,智商有天生的,古代有人三岁能诗能闻,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,想想我们三岁能干嘛呢?这样的天才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多,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三位神童吧,而且还是都有成就的人。 龙喜贵,心愁道光颜兼人,从小就机智过人,三字经在五岁就能背诵全文,什么百家姓啊,四书五经,能够坚持一天看,现在的小孩能坐在那半个小时就很不容易了吧。 七岁的时候吟诗作队,村里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,被称为神童,记得有一日路过私塾,还出队的考老师,老师迟迟做不出。 上连是南国北人,此小偷偷偷偷东西。 他是一位非常热爱学习的人,据传十一岁就考了修。 二甘罗战国末期的人才,在自己十二岁的时候,就担任了秦国的相国,小小年纪就有国人的谋略,使用计策让秦国得到了十几座称痴,就因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封赏田地,房子无数,时间比较久了,所以他的事迹并没有详细记载下来。 三里赫里赫的诗词相信,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,有诗鬼的称呼,和李白杜甫有其名之说,可以的天度英才,英年早逝,记载上说,七岁时候受到了韩越的看重,而且相当佩服。 以上三位中国历史上的神童,虽然没有太多的记载,但是在史上确实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,你还知道哪些中国历史上的神童呢? 或者有趣的事情,欢迎在下方评论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